大家好,我是Steven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学习了TCP编程模型和UDP的编程模型 我们是在一个OSI7模型的这样一个场景下面 去了解了传输层的TCP和UDP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编程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我们来看一下,稍微回顾一下 都是一个客户端对一个服务器端,对不对 我们还没有做到多个客户端同时去访问我们的服务器 或者说我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在沟通,在交互的时候 那我另外的客户端还没有去访问服务器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我们就会去涉及到这一点 相信大家在前面的基础课程中已经将我们的TCP和UDP 这样一个基础的编辑模型 一个客户端对一个服务器的这样一个交互模型 已经熟悉,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你随时打开代码编辑器 你就能够写出来 写出来这样一个模型 好的,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多客户端的例子是怎样的 那么来看看呢 这个多个客户端和一个服务器交互的时候 它的整个数据流的走向是怎样的 那我们来把我们之前的一个时间客户服务的这样一个例子呢 扩展一下 通常呢我们在客户端去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是要有用户输入的 当我们用户输入啊 有可能是通过我们的mini行输入啊 有可能是通过我们嵌入设备上的按键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为呢 引发客户端去和服务器进行交互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扩展为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从客户端的标准输入 输入一个字符啊 或者输入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服务器再把收到的数据发送回来给我们的TCP客户端 然后再打印出来 看看我们输入的经过了服务器之后 是不是给我们返回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我的服务器给我发来了一个数据 此时应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在输入WMFGAS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它是阻塞在我们的mini行的 然后这时候服务器又给我发来的一个数据 我需要去接受它 那么当我阻塞的时候 我就是不是就不能够去及时的处理服务器来的消息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 在我们高级的网络编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之前说了 也就是一个TCP或者是UDP服务器 它怎么处理多个TCP或者是UDP客户端的问题 当然在TCP服务器和UDP服务器中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选择TCP服务器来进行讲解 那么UDP呢就比较简单 比较easy 这就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多并发 当我的服务器和一个客户端进行交互的时候 那么另外一个客户端来了请求 或者是他想要连接服务器 或者是他跟服务器需要交互 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coco 我多个客户端发数据出去的时候 发消息出去的时候 那么我的coco的服务器呢 它是怎么处理的 有可能同时会接收到很多很多请求 那这时候就涉及到并发处理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 和我们前面说到的fguest和receive 这个问题呢 它是有一个共同点的 都是处理多个IO的问题 比如说我TCP客户端在处理IO的时候 我的i就是fguest是吧 import 那我的receive也是import 那么他两个同时import的时候 怎么处理 同样的对我们的TCP服务器 当我的多个TCP客户端 发数据到我的服务器的时候 那么我的TCP服务器 他也是要处理多个input的问题 他们之间有一些共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以前在前面的基础课程中 我们说到的读函数 我们的服务器读函数和写函数 都是用的read和write 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高级的课程中呢 用到的是receive和send这两个函数 通常这两个函数呢 会有一些很高级的用法 那么先来讲解一下这两个函数 稍微讲解一下 那么send呢 和receive 他们两个其实 相对于write和read来说 都只是在在我们的行餐里面增加了一个flags 增加了这些标志位 那么这些标志位呢 通常是针对于我们的网络程序 那么通常呢 他们这两个函数 是在我们的TCP建立链接之后 才可以使用的函数 那么来看看他有哪些flags 比如说第一个 message don't root 不查路由表 这通常是在我们发送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他在一个局域网里面 那么他就不需要通过我们的网关 到达我们的公网去 只在当前这个局域网里面 去发送数据 去发送IP 去找到对方的IP等等 那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don't wait 这个操作不阻塞 在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 比如说这个IO里面 我们会说到阻塞式的IO和非阻塞式的IO 这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阻塞的意思就是说 我当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read它是阻塞的对吧 当我调用read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睡眠 直到有数据到达 它才会返回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阻塞的问题 那么不阻塞呢 我调用了read它立马就返回 这在receive和send的函数中 它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在我们的read和write中 可不可以做到呢 也可以做到 通过调用我们的fcontrol函数 然后这个OOB 这个OOB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发送或接收带外数据 这个其实用到的不多 主要就是在我们发送或接收数据的时候 它会把最后一个字节 或者是最后一点点数据 作为带外数据传输出去 这个通过我们的内核来处理 在我们的应用层进程里面 不需要管 那我们在一般的编程中呢 通常将这个flex变为0 设置为0 在特殊情况下呢 才会用到这个flex 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函数介绍完毕之后 那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多进程并发的一个服务性例子啊 同样我们还是先看 这个程序的流程图 然后再写代码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流程图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并发的概念呢 就是多进程 也就是说当我来一个客户端的时候 当我连接一个客户端啊 我except的返回了一个可以通信的套结字之后 创建一个新的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 就只是用这个套结字和我唯一的客户端进行通信 那么在我们的ninux系统中呢 他提供了这样一个fork函数 让我们来由一个进程生成多个子进程 然后来进行并发的执行啊 并发的执行 其实在前面啊 这三个函数 这已经是我们熟非常熟练的函数 对吧 except的也是对吧 好的 当我们生成一个子进程之后呢 我们需要关闭监听套结字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附进程中啊 附进程 中的套结字 文件描述符等等 它是会继承到我们的子进程中的 所以我们关闭监听套结字 不使用它 就是为了不对附进程进行干扰 那么这个不对附进程进行干扰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继承了这个套结字之后呢 我们的套结字或者是文件描述符 它有一个引用技术器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当我们生成了一个子进程之后 在附进程中的套结字或者是文件描述符 它就会给这个引用技术器进行递增 每增加一个子进程它就会递增一次 所以呢我们要关闭 以便于我们在附进程退出的时候 只要调用一次close close这个文件描述符 close这个套结字 那么它就能够整个将这个套结字关闭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当我们进程关闭之后 这个套结字还是不会消失 内核还会再维护 同样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个问题 对吧 它的套结字总有一天会枯竭 好的 那我们这个进程创建之后 就会通过我们accept返回的通信套结字 来提供我们的网络服务 也就是我的客户端从标准输入读到一个 我们看这里 我的客户端从标准输入读到一个数据 发送到我的服务器 那么它就有了一个进程 来专门和这个客户端进行通信 同样的 当我们多个客户端去请求的时候 它就会有多个进程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那我的计算机 它是有内存限制的 当我来了N多个客户端 那我的每一个进程都是我副进程的一份拷贝 它会将它的占用的内存啊 等等进入的进程信息等等的 都会进行一份拷贝 那么是不是有很多客户端在连接的时候 我的内存会枯竭 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接下来在讲IO的时候啊会提到 但是呢我们现在先从简单的入手啊 简单的入手 多进程啊和客户端的通信啊 多进程的并发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代码啊 那么我们的这几课的代码呢 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我们原来的代码中修改 这样子的话会方便啊 或者是节省我们的时间 好的 我们到木路去 创建一个木路 那么创建一个 server的木路 还创建一个clant的木路 好的 然后再将我们的代码拷贝进去 好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我们将会用到一个新的工具 就是sourceinsight 这是一个比较easy的软件 但是呢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创建工程 那我们把我们的工程放在哪里呢 那我就新建一个math 这样就OK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代码 位置 比如说我的虚拟机 我是映射到了一个叫Z盘的地方 Z盘的地方 映射了网络驱动器 那么我在这里呢 输入Z盘 这样我就可以选择到我的代码在哪里 在这里 这里 把这两个文件添加进来 add OK close 然后打开我们的文件 因为发现它这是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 那么呢 我们可以同步一下 那这就很方便我们去进行代码的编辑了 那么这个软件有些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的变量 它的颜色是这样 我们的函数呢 会比其他的字体要大一些 这是它的好处 对于我们的函数式的编程 也就是C语言的编程呢 我们会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 前面三个过程 前面三个过程 socket bind nith呢 我们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到时候直接返回一个监听套节字 现在我们来封装一下 tc ipv4 tcp create socket 就是创建这样一个函数 你看是不是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的代码风格需要注意 代码风格需要注意 table键要注意 然后我们在这里还是通过 这个in address any呢 来进行绑定我们的IP地址 端个号还是我们的88888 那么在这里呢 通常我们的常数都会把它定义成红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文件中呢 define serport 8888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监听好了 这样一个套节字 好的 监听好的套节字呢 我们就把这个 nithin fd返回 这样我们只要调用这一个函数 我们在我们的man函数中 是不是就可以 获得我们的坚听套节字了 那么对我们的编程呢 这样一个框架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框架意识 很清晰的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那么还定义对吧 那么它返回的socket是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代码呢 整合成了这样一种形式 在我们的sourceinset中呢 有一个比较好方便的功能 比如说我按住counter键 然后单击这个函数名 它就可以直接跳到这里来 但是在我们的vi呢 在我们的utualedit呢 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啊 这样就能提高我们编程的效率 那么这个sourceinset呢 大家可以自行在网上下载安装 其实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编程效率 编程效率 OK就这样 那么希望大家呢 自己能够把客户端的代码 也整理一下啊 在我们的sourceinset中 写出来啊 这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框架整理好了呢 之后呢 然后再就在我们的这个 while1啊 我们的tcp服务器里面 去执行我们的代码啊 去编写我们的代码